好 这么晚了 还不下班 还没和好啊 喂 你好 小官 你好 我是高建凌 高院长 你好 请问你明天有空吗 我正好这两天修班 太好了 太好了 上次一见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 正好我这儿也有一个 不错的小伙子 我想给你介绍认识认识 介绍给我呀 不用了 小官 我知道 我这很冒昧 但是你们两个各个方面 实在是太般配了 你一定要相信 一个老同志的眼光了 那个 如果不喜欢 就当交个朋友嘛 我都跟对方说好了 人家小伙子也同意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 好不好 那 那行 高院长 你跟我讲一下 那个时间和地址 我准时到 好 好 什么就业了 对不起 高院长 我真的没有兴趣相亲 而且我马上有一篇论文要发表 明天我还要改论文呢 清风啊 你听我一句劝 工作不要绷得太紧 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是 那生活上的事 你能让我自己安排吗 你自己会安排吗 你有时间安排吗 再说人家对方姑娘都已经答应了 你要是不去 我还要回绝人家 我要是那么做 人家肯定会说 我这老头不靠谱 去吧 那见了面一旦不是很喜欢 成不了恋人 你多一个朋友也不错呀 对吧 那好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最后我还要嘱咐你一句啊 跟女方见面以后 一定要待过一个小时 这是对女孩子最起码的尊重 好 走了 相亲 嗯 是你啊 高院长介绍的原来是你的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不用了谢谢 好 那就坐一会儿 看来 你不是自己来相亲的 我就没想过要相亲 你要觉得坐不住或没必要 你可以走啊 我无所谓的 不行 我答应了高院长 要待过一个小时 是 我有个提议 既然来了 就别浪费时间 我给你看展盘 看什么展 飞行员长期保持坐姿 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 关节炎 颈椎腰椎也可能出现问题 肌仓气压变化大 还容易患上骨膜内线的毛病 因为高空辐射相对缺氧 飞行员的皮肤容易干燥 患秃顶的几率比较高 这些问题呢 可以通过调整工作和生活习惯 得到改善 可骨头的问题 不容小觑 骨头 在干吗 转过去 不是看枕吗 转过去干吗 我就是给你看枕 我要看你的脊柱 羊 这儿疼不疼 不疼 这儿呢 不疼 我不疼 慢一点把胳膊抬起来啊 慢一点 疼不疼 我说了不疼就是不疼 那儿也不疼 没毛病 因为你还年轻 所以刚才的疼痛你还可以忍 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你的脊柱已经有点变形了 继续发展下去 会压迫你的神经 我建议你每周练练瑜伽 我再给你开些药 按医嘱服用就可以了 服务员 您好 给我拿支笔 先生这是您要的笔 谢谢 还有二十分钟 那我们干嘛呀 您好 不要 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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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快点 我们好 您好 刘叔姐 您好 喂 明天手术 你就帮我安排三台吧 把时间表 把时间表发给我 好 谢谢 我们俩待在一起 时间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我们合作得很快 那就是分开吧 再见 奖给你 那你怎么办 我没事 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